女人最容易动心的六种男人 魅力无穷,你属于一几种 一,给女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让她感受到你的温暖,你的嘘寒问暖 会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给女人带去别样的安慰 另外,适时的坚持也会让女人对你的依赖程度 日取加深,无法自拔 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而止 对待感情已是如此 你的感情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 女人其实都能感受到,要么不爱,要么真爱 别用游戏人间的态度对待感情 若你如此,女人亦会如此 三,别为了小事而精英计较 这个是女人的专利 若是一个大男人,反复纠结着自骂大的事情 可就让女人看不起了 男人就应该用宽广的胸怀 来让女人感受到阳光和温暖 四,别忽略了女人的亲朋好友 女人的耳根往往很软 有时候,闺蜜一句话就能抵男人的千句甜言蜜语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很多时候,在感情世界中同样适用 五,给女人以足够的尊重 别凡事都独断专行,不必要的大男子主义 往往是女人最痛恨的 女人并不会觉得这样狠蛮 反而会觉得这是无能的表现 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弱者 她的坚强会超出想象 六,有的时候就得重色轻友 如今可不是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的年代了 若要整天顾着兄弟情 可就别怪女人不顾男女情了 花时间给女人温情的陪伴 才能让她真切地感受到你的爱 以上就是女人最容易动心的六种男人 魅力无穷,你属于第几种 快来说说吧 感谢观看